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九龙江 选战越打越激烈 考验候选人的抗压力 以及硬变力 高宏安被指控 拿公堂赴美攻读博士 他澄清只接受半年的补助 学费自付 但周刊进一步的爆料 高宏安当时是拿全新出差 念博士 奖金都有拿 回国还不用服务自社会 转身跳槽 并没有工作半年才离职 不仅谎言被拆穿 也衍生出许多疑问 为什么他能够想尽好处呢 别人可以吗 还是有特权呢 不过高宏安批评 这是绿色恐怖元年 无法辩解 就说这是抹黑 那他监督别人可以 自己被监督 就推给国家机器追杀 民进党调资料 最大恶极 黑手 那民众党调资料 理所当然 是这样吗 那现在还有媒体报道说 新竹五大族群 选择相信力挺高宏安 那下次可能会攻击 高宏安的硕士论文 真的吗 还是在带风向呢 另外俄乌战争越演越夸张 乌克兰被占领四区的 入俄公投 宣称压倒性通过 超过九成 泽伦斯基就说了 这完全是一场闹剧 欧美国家不会承认 普丁的算盘 这四区变成俄国 就能够征召阿兵哥打仗 马利波议会就喊话了 乌克兰人快逃 不要变成俄军的炮灰 那事实上俄国征兵 征到国家内乱 连农民也被征召 最新画面曝光 克里米亚地区被动员的士兵 很多年纪一大把 通通被送上战场 家人由老婆小孩的 含泪告别 那这些人到乌克兰战场 三天就投降 六天就被扶 真的适当炮灰 没训练就上战场 等于是死路一条 而同样 生死挣扎的 还有中国身菌爆发 警民冲突 上千居民上街抗议要解封 因为今年已经被封五次了 民众受不了 但是中国还在耀武扬威 央视意外曝光 歼15战机 飞越美国军舰上空 这是真的吗 很了不起吗 蓬佩奥访台重申 台湾是独立国家 还说美国经贸 应该跟中国脱钩 靠拢台湾 最新局势发展 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介绍的来宾 首先是前台中市新闻局长 卓冠婷 中将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是政治评论王洁明 大家好 也是政治评论于梅梅 中将好 大家好 还有自认美田陈东好 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文芝 中将好 大家好 自认美田邱明玉 大家好 再是财经专家许清皇 中将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关心 高宏安争议 从论文抄袭侵权 他的说明记者会 提油救火 变成学历歧视 还有态度高 那现在进展到 是否有特权呢 为什么想尽好处 公私不分呢 那高宏安被爆全新 是拿全新去念博士 连奖金都有拿 那回国之后 还不用服务资测会 转身跳槽 而且他之前他还说 他有工作半年才离职 那现在很显然 这个周刊的爆料 让他的谎言被拆穿 但也衍生出很多的疑问 来掀起到名誉 那现在如果真的 严格追究起来 因为这个柯静明他就说了 高宏安在资设会 拿薪水 积效费都领 也没有正式申请出国进修 公私不分 而且他还是科资的创办人 真的严格追究起来 这有没有那种违法跟包庇的问题 一定有 而且这个要好好的追查 我们先来看 高宏安他是2008年 这可能字有点小 没关系 2008年他7月进入资测会 担任组长 然后一直到2018年 他跳槽红海 那不管 反正他是2018年离职 然后跳槽红海 总共10年的时间 他在资测会将近10年的时间 那他这个去美国读书呢 是2012年 2012年 然后一直到2017年 5年547天的时间 他是在这个新兴纳提 读博士论文嘛 好 那我们先来讲 第一个 就是说高宏安 他一开始讲说呢 他去新兴纳提读书的时候呢 全部都是什么拿工 拿那个奖学金啊 那他这边只有申请什么 这个住宿津贴啊 问题是今天资测会 就已经跟你讲了 高宏安在这个 从头到尾的期间 都是资测会的员工 而且他没有留职停薪 重点是他没有留职停薪嘛 拿全薪 全薪 坦白讲 我今天有很多资测会 在资测会认职过的朋友 他们说从来都没有这么好康 你要嘛就留职停薪 你要嘛就留职停薪 你专心去念博士 你竟然是拿资测会 全额的这个薪水 然后你又可以再去读博士 这个第一个他就说谎了嘛 那其他人 试问资测会 其他人是不是有这样的好康 不然高宏安 你有什么特殊关系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做 好 那这中间发生什么问题呢 我跟大家一一解析 第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说 因为高宏安他担了组长 那至少在他念博士的期间 他手上有四个计划案 四个计划案 我有去了解 我才知道说 在资测会认职 我不知道有没有底薪 应该多少有 但是呢 他们是按照计划的薪水 计划 比如说高宏安负责 有一个一千万的资测会 创新前瞻技术计划 这个补助一千万 那一千万 你可能四个人去做这个计划 那你可以分 可以分多少 可以分多少 所以说你计划拿越多 你薪水就拿越多 对对对 他们还有这个 包括你计划主持人 因为高宏安曾经 有担任过计划主持人 所以他可能一千万 他可以分多一点 那另外他手上还有一个什么 精密工具机的 这有三百多万 精密机械设备 这有九百多万 所以他们资测会 除了你 我不知道怎么固定薪水 但是事实上 这些参与计划的人员 研究员 或者是主持人 你都可以来分分这些计划的费用 这是一点 那所以呢 高宏安你在资测会 这个全职期间 因为你没有留停 所以大家让你参与这个计划 那你看他手上至少有四项计划 那他今天在他的声明里面有讲说 因为我很优秀 我会英文 所以他派我去这个美国出差 我甚至于在美国出差 我有执行这些计划 好 那我讲的是说 你讲这些都对 你只有负责其中一项计划 是让你去美国的 你有三项计划都在台湾 你有其他三项计划你在台湾 那你坦白讲 你这四项计划 你都有分钱 都有分论 那你凭什么 你去美国 你长期待在美国五百多天 你三项计划 你同样你有挂名 这些研究员 或是计划主持人 那你都不用管 对啊 我是觉得这个是比较 计划可以分 然后本薪他也有拿 对 也是可以这样 对啊 那你坦白讲 你就今天只有强调说 你英文好 你被派去 辛辛那提什么的 那你这也只有一项计划 你有ABCD计划 那你其他BCD 你BCD你都没有管 你都是台湾的同仁在帮你做 这样公平吗 对啊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 好 那所以不要再讲说 他这个 我要戳破他谎言 是说你不要再讲说 你好很厉害 都是拿博士奖学金 然后只有去申请 这个就去申请 那个什么住宿 住宿 没有支撤会 都有给你全额的 你还可以再去分论 这件事情 这个是事实 好 那第二个 大家 我觉得最匪夷所思的是说 他去支撤会这边 2014年 他还可以回来创立 这个姑且不论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疑虑 就是他到底 柯治是他创的 还是他唬烂的 至少他 他自己说嘛 这个他是柯治的 这个创办人 那问题是说 你柯治创办人 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没有报备 没有报备 按照支撤会的规定 如果你里面的员工啊 你如果是官派任职啊 譬如说你去中研院什么的 那个官派任职 那个你可以不用报备 可是你是创立一个私人的企业 你完全没有报备哦 那这样支撤会里面的人 最不爽的是说 当时高宏安 他一方面打着自己是柯治创办人 他拿着这个名片 去外面谈案子 然后他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支撤会的名片 然后一个是柯治的名片 你去谈案子 请问你到底代表谁 你拉回的案子 你是要给支撤会 身兼多职 对 你拉 我不要忘记 因为支撤会 他还有做案子 那当然有一些诟病是说 你是不是在跟民间抢案子 问题是你一方面 你是柯治的创办人 你拿柯治的名片 然后再拿支撤会的名片 你拉回来的案子 你要给谁 你代表谁 这个是非常奇怪 而且你还在支撤会任职 你拿支撤会的薪水 然后领支撤会的分论 然后你自己又去帮柯治拉案子 这像话吗 这不可思议啊 对 因为他那个不光是创办 他说他是兼业务处长 是 还有职位 那我问你嘛 你拉回来的案子 你要给谁嘛 这个非常奇怪 你到底代表谁去谈嘛 所以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他讲说他很 因为支撤会当然有某种程度 是鼓励精英出国 那民间企业也会这样子做 还有一个重点是说 他去读博士的时候 因为他觉得他有自己的声明 说他很优秀嘛 所以就赌助他去读博士 问题是你读博士 今天查没有报备 他去读欣欣纳提博士 他在支撤会里面没有记录 他没有报备 那这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是 留职庭薪 在职竞休 我刚刚讲了 你手上的案子 你要移给别人做 就不让你参与了 因为不可能 我跟你去念 你去问过念博士的人 五年 大家都是那个不分昼夜 埋头苦读 做研究什么都没乎 你那有时间 让你又在支撤会上班 然后还可以再做案子 没有人这种三头六倍的 所以你对这些博士生来讲 他会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 因为博士是一个非常辛苦的 这个读书的研究 所以第一个他没有报备在钱 没有报备在钱 那这个 而且支撤会没有记录 所以你在职进修 你怎么可以这样 而且坦白讲 你如果是在职进修 你应该要办刘庭 其他的案子 你就应该移给别人做 不能让你参与 因为这是可以涉及分润的 我最后要讲了 是说他 他说他什么 这个在支撤会 因为坦白讲 因为我们还是花了很多工厂 譬如说你读了一个博士 读了五年 你至少几百万要吧 那你回来 你是不是在支撤会 你应该要有所贡献 我觉得这是支撤会的矛盾 要去查 你为什么跟高宏安 你没有去签这个合约 你至少在几年之内 旋转门条款 你不应该跑去其他的企业任职 但是我唯一可以证实是说 他还在支撤会的期间 他就已经跟鸿海梅来演去了 他在二零一八年的时候 当时还在支撤会认职 他竟然就去跟郭台铭面试 而且在支撤会认职的期间 他就已经私下的拿到聘用合约 所以等于他在四月二十一号 就拿到聘用合约 当时他还在支撤会 而且他完成了博士论文之后 马上随机跳 跳朝鸿海 所以你就觉得说 这个这样子的人 你说谎在前 没有信用在后 我觉得今天还要再拗吗 这件事情他都没有说清楚 很确这个名誉说得非常清楚 整个过程下来 其实是离谱至极 为什么这个支撤会 可以让高豪安这样子 几乎是只手遮天 想尽好处 那别人是不是帮他做事情 然后钱还要分给他 但是高豪安有去诚实面对 他怎么讲 显然他说法前后不一 他在九月二十六 他就说 他就说进修学费是自掏腰包 不是柯建民所说的 每一分钱都是公帑 还有他说赴美工读博士 向支撤会地词诚 是主管卫留 希望他能够代职派驻美国 既然是依公司要求派驻 往返的交通费 就依规定由公司支付 那就是公司支付 那之前为什么你要说 这个都是靠自己的钱了 来清皇 所以很明显问题非常大 现在如果追究下来 我就说支撤会到底是 当初是怎么样 为什么可以让他这样子 违法跟包庇的严重性 在哪里有哪些法 他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支撤会当初有没有主管 对高宏安太好 竟然可以好到 让他可以这样子 用这么多的专案计划 背在身上 但是还可以到美国 去读一个博士的学位回来 这个事情很严重 为什么很严重 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 你先从刚刚中央所讲出来 高宏安26号跟27号的讲法 不一这件事情 为什么重要 各位看 这里面有两个点 第一个 这个高宏安 这很明显的看起来 前后不一的部分 其实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 高宏安说 他博士进修的半年期 国际人才肥育补助 他说预算是来自于 支撤会的业绩盈余 各位 高宏安真正时间是多久 只有半年而已吗 不 高宏安前后时间呢 至少我们等一下会给各位看 是高达547天 绝对不是半年而已 绝对不是半年而已 是547天 第二个 他说 这个 他26号的时候讲说 进修学费是自掏腰包 绝非科建民所谓的 每一分钱都是公堂 那么这句话呢 看起来你看 在27号 就我们讲周刊的报道出来之后 高宏安自己改口说 说什么呢 说他是因为主管 让他变成代职派驻美国 所以代职派驻美国的情况之下 往返的交通费 就是由公司支付 那这句话等于承认是什么 承认至少你交通费这段 是工堂了吧 这是工堂嘛 所以他这个每一分钱 这个都是工堂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嘛 所以等于9月27号的高宏安 打脸9月26号的高宏安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再往下看 这里面的调诡之处在哪里呢 各位看一下 他没有跟支撑会 那个讲清楚 就去提申请说 他要去念个博士 但是呢 里面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 我讲的547天 是从什么时候起算 各位可以看 这是周刊列出来的 从2011年 一直到2017年 高宏安前往 这个星星那提的记录 那这记录里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 最明显是在哪里呢 最明显的一段 是这个项号的4567 这四块 这四块呢 2012 2013 2014 这三个年份加起来有几天 547天的时间 各位你去想一件事 2012年的时候 一年365天 有126天都在星星那提 2013年呢 更夸张 365天里面 有226天都在星星那提 然后呢 2014年的时候呢 365天 有195天 他都在美国的星星那提 那你去想一下 高宏安同时身上 如果说你是专职的去进修 你就是在美国专心念书 念547天 这也就算了嘛 对不对 但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高宏安身上 背了刚刚明玉所讲的几个专案 包括科研的补助计划 1000万 包括这个资测会的产业创新的 前瞻研究计划 这个大概多少呢 这个是1000万左右 还有321万6000块的 精密工具机资通讯的标准 另外还有精密机械 设备服务特色化的 这个大概934万 那另外这些项目 我们加起来呢 也有好几千万 现在3000多万 对各位 可是你要想一件事情 你身上背了四个 这个专案计划在身上 你还可以到美国三年的时间 547天到美国去念博士 那我请问你 那就是高宏安真的能力太 好到三头六倍 好到三头六倍 你在美国专心的念博士 三年的时间 然后呢 你还可以接台湾 这边有四个计划要完成 所以很显然的 这里面呢 一定是他的同事 要替他背这些计划的内容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里面的争议在于说 这里面你看 他到美国去待了547天 这一大段的时间里面 他去的费用 是从哪里出的 是从支撤会的自有经费 从科砖计划里面出的 里面 唯一符合高宏安自己讲的 他有申请所谓的 这个在职进修 用在职进修计划是什么时候 是2014年这一个 才有所谓申请在职进修 才有高宏安说的半年的时间 那换言之半年在什么时候 半年就是大概180天 190天左右 就在2014年啊 所以才有2014年 这195天 高宏安讲的半年在这个地方 但高宏安呢 对于2012跟2013 这三个加起来 340几天的时间 他没有讲 所以这个问题就落差出来这边 高宏安讲半年的时间 但你去的时间呢 大概是547天的时间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你就会发现 对于这个高宏安或资策会来讲 哇 资策会对高宏安有够照顾啊 你给他这么久的时间 超好的 钱也都帮他出了 而且他是领全职的薪水 而且他该分的这个奖金 他绩效奖金 他也没有扫掉 一毛都没扫 一毛都没有扫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让他去念完博士学位 我请问 在台湾有多少人 能够像这样的好处 我们可以拿着国家给你的钱 然后国家还给你薪水 念书的钱国家帮你出 薪水国家帮你出 生活费国家帮你出 在这个情况之下 对照之下 很多人听了之后 会觉得不可思议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有人说相对剥夺感 废话 哪一个人听了之后 不会有相对剥夺感 我们这辈子可能都没有 这样的待遇啊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也是一件 我觉得也很夸张的事情 高宏安呢 他是什么时候去到鸿海的 他是2018年5月的时候 到鸿海去的 那请问一下 高宏安最后一次出差到 赴深圳的富士康 鸿海在深圳的地方 叫富士康 他到深圳富士康是什么时候 他最后一次出差到 深圳富士康是 2018年的3月30号到 4月6号 请问你 他5月到鸿海去了 然后呢 这个3月30号 4月到4月6号的时候 他还出差到深圳富士康去 对 这个等于是超级 直接衔接就转生了 等于说前面你看 2018年的4月 他人还在资测会 2018年的5月 他就到鸿海去了 他就到富士康去了 可是中间这个衔接的时间 你难免都让人家认为说 资测会被占了便宜了 而且你到 各位想想看 高宏安到富士康去 跟他5月就待在富士康 人家当然会认为说 你在跟郭董那边都已经面试完了 后面再到这个 富士康跟鸿海去 所以你这看起来是拐的弯 在占资测会的便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这怎么看 你都会觉得说 奇怪哪有这样子的 你再怎么样 再怎么样 你这个花了这么多资测会的 不管讲科砖计划的费用 资测会的自由经费 再怎么样 你的旋转门的时间 应该都要拉长吧 怎么会这么迅速 他才完成学位 没有多久的时间 中将他的论文 我们看是什么时候完成的 2018年完成的 2017 2018的时候完成 2017 2018 他完成他的论文 他拿到他的学位 资测会在前面的 这些培养他的费用 花了这么多的钱 那花了这么多的钱 然后2017 2018 我们才完成拿到学位 那你才隔没有几个月的时间 你就让他可以转到鸿海去 这再怎么样 就外界人来看 你都会认为说 这里面大有问题 是的确 高华当然是 他可以很优秀 我们没有意见 但问题是 可以优秀到 想尽各种好处吗 甚至这些会用各种可能 这种违法包庇的行为 让他可以优秀到去美国 这个念博士 然后是完全拿着工费吗 但是高华有没有去诚实面对 还是谎话连篇呢 因为高华现在显然 他就是不愿意去面对 他批评说 这个是绿色恐怖元年 还说这资测会的经费 不是政府的钱 所以可以这样讲吗 来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柯建民就说 高华方方寸乱矣 永远讲错话 以为用声量就可以掩盖虚假 资测会是不会替你掩护跟陪葬的 现在大事大条 资测会内部如果一出来的话 是不是可以让当时高华的所作所为 可以让他完全现行 没错 仲向哥 其实资测会的角色 高华你亏你还是立委 你完全误解资测会角色 我待会来讲 但我要先提 为什么现在资测会 他在任职的这几年 会引发大家 宣传大波 大家很生气 是因为高华说谎 刚刚我们几位来宾都有提到 关键是 当大家质疑说 你是一个全职的员工 而资测会里面的同仁就讲说 正常来说你要出国念书 我们公司里面或团队里面 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在职进修 一个是留职停薪 你都没有选 结果你继续在负责这些计划 你就跑出国了 这不是特权这是什么 相关的薪水 你继续领全薪 但是被质疑之后 他告诉大家第一时间讲说 他只有领半年的租金补贴 就被打脸了嘛 其实他是拿全薪 但是我觉得他更要不得的事情是 当我认为跳槽不是问题 每个人都可以换很多工作 高宏安毕业之后到资测会 第二份工作到鸿海上班 但我现在揭露一件事情 我去认真看了 他所有在资测会 上班的这些细节之后 我发现一个非常要不得的事情 当高宏安已经确定 要去鸿海上班后 他继续领资测会的补助 而且跑去帮鸿海 做教育训练 真的吗 我要跟大家讲这个信息 为什么会这样讲 就到鸿海之后 还继续领资测会的补助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高宏安是在2008年 匪陶匪第一名毕业 然后进到资测会去任职 到了2018年的4月份的时候 拿到了鸿海给他的offer 5月份离职 我们去翻了高宏安自己的著作 里面 哇终于讲出实话 这是高宏安 他自己写的书 你不要说我无赖你 他写的书呢 写什么 面是郭台铭 面对面 看见镜头外最真实的他 哇 其实老实讲 整个里面 我是看得蛮 有点蛮不舒服 因为整个都在自睡自理 自己很厉害 别人多重视他 但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他讲说 他在2018年的3月 第一次面谈结束之后 他觉得怎么奇怪了 郭台铭怎么10天没有联系我了 我们尽管收购科资的程序继续 但夜深人静 我忍不住犯低估 郭台铭你不是要我去红海帮忙吗 怎么会没有下文了 后来才知道 郭台铭这10几天 起码跟100位主管 重复说了我的故事 他讲他自己很厉害 但这很关键 他的意思是 3月第一次面谈完 郭台铭就要他去红海上班 而我们有在外面上过班都知道 面试会有第二阶段 但第一阶段您确定了 后面要跟你谈细节 所以3月份他确定了 下一段直接讲出端倪 你已经知道你要去红海上班了 你还拿支撤的钱 跑去帮红海教育训练 来看下一段 下一段写什么 3月23号那天 我接到电话 郭台铭要我一周后飞到深圳 帮红海做一场教育训练大会 所以你去深圳做教育训练大会 你拿支撤的钱 你对外讲这支撤的计划 这我尊重 可是真正的原因 是郭台铭打给你 马上有无数电话打来 确认各种细节 于是来到我对红海员工演讲的那一天 观众朋友 你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吗 3月份他跟郭台铭第一次面试完 确定要去红海上班之后 郭台铭10天没有联系他 他心里犯低估 后来郭台铭联系他在3月23日 他自己写的 他7天之后飞 我们去调了相关的资料 杂志也揭露了 他在7天后 真的就他写的 3月23日接到官媒电话 3月30日到4月6日这几天 用支撤会公费出差 名义用什么 技术交流的名义 前往红海深圳富士康龙花厂 我问你高红安 如果你已经知道 你要去红海上班了 你已经面试完了 你为什么还跟支撤会申请 而且你也发现一件事情 火速的申请 3月23日交官媒电话 7天之后起飞 这7天之内完成所有出差的程序 我说这太夸张了吧 照理说他应该要请假才对 用自己的时间去 或者用自己的钱 你去干嘛 怎么会拿了支撤会的钱 飞到申俊去 而且是做什么 做跟郭台铭确认 他去上班的细节 你自己的书写的 我说真的太离谱了 所以我们刚才来宾大家提到 你用公帕帮助你念完博士 你跳槽 好 这些你想什么我尊重 虽然你说谎 可是你在最后要离开钱 你还不忘去申请公家的经费 支撤会的经费 就为了帮助你 跑到鸿海去念试 跑到鸿海去做教育训练 这太夸张 我最后要讲 高宏安我觉得他完全 除了支撤会这事情很麻烦以外 我觉得他愧对立法委员的职责 你当过立委你审过预算 他现在讲说 我们不能民进党任何政党 不能直接跟支撤会调所有的计划 亏你还是立委 我问你一个问题就好了 交通部辖下的华航 交通部一样占比没有过五成 华航是什么 是上市公司 华航的薪水一样不用送到立法院 他的预算数一样不用送立法院 可是如果有一天华航出状况 台湾人民会觉得交通部没有责任吗 绝对要求交通部负责吗 立法委会不会监督华航 会监督吗 所以支撤会我简单讲两个数字就好 第一个数字 他一开始的起初成立的时候占比 他说不到50% 四成不是很多吗 这不是钱吗 第二个我要讲重点 我们去调了 我们以111年为例 你知道支撤会一年的营收 45亿里面 政府的补助跟伪办 就占了35亿 等于支撤会它的营收 政府占7成5 你告诉我政府不能监督 立委不能监督 这是哪门子的规矩 如果你这样交换那其他政府单位 辖下的这些基金会 辖下这些贡营事业 都不用监督 这逻辑不对吗 不能别人要了解 你到底在支撤会当时搞了什么挖钩 你就说我们烂权 你就说我们绿色恐怖 你监督别人都可以 对所以交换把歪理当成是道理吗 那现在看起来是 吃里扒外 吃挖来看挖挖吗 这个妹妹姐 很显然这个问题所在 竟然能够拿着支撤会的钱 然后飞到去红海 已经都知道要去红海了 还去帮红海做教育训练 那现在他就说什么 绿色恐怖元年 是想要回避外界的检验吗 他当然是用绿色恐怖元年 这个来制造自己 好像被打压 被国家继续打压的形象 然后用去提告 好像制造个形象 我是清白的 然后你们乱搞 然后再来回避大家的检验 因为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可是这一切 我必须要跟高宏安讲 你真的很可能上法律的问题 不是只有道德的问题 各位注意看 高宏安在最近一次讲话 他说什么 他说2012年呢 就曾因为想赴美攻读博士 所以那时候 他一再次跟主管就讲 我要攻读博士 然后呢 主管呢 向支撤会主管递出辞城 然后呢 但是当时主管呢 主管呢 以呢 这个一些产业需要所需 钱瞻需要所需为由呢 所以呢 希望他改为代职派驻美国 如果讲的是真的的话 我必须要讲 高宏安跟你的主管 你们可能是共犯结构 你们可能涉及了法律上的背信 诈欺 乃至于有没有伪造文书 灯载不实的问题 为什么我这样说 请各位看 这是资测会的内规 特地去找出来日期是 民国102年11月6号 也就是他申请 在职进修期间 适用的法规 所以高宏安不要说你不知道 我先来讲 他为什么 要用之前 他不都是用出差吗 研究计划吗 为什么 因为不这样做 他不能去在职进修 法规里面非常清楚 他是适用第三章 个人成长类 你要去拿国外学位的话 可以 你必须怎么样 第一 经部门主管核准后 同仁可弹性利用 上班时间进修 以每周至多两次 每次四小时 含交通时间为限 时间写得很清楚 所以一个礼拜只有八小时 请问一下 547天 可能吗 绝对不够 如果你不够的话 对不起 你要用你的自己的价来补 来用你自己的价 对 请问你有那么多自己的价吗 540几天 我帮他算过了 他就算一个礼拜 让你八小时 好不好 他最后他只报了 那个半年嘛 就算是半年 你只算半年好了 那我请问半年的时间 你都要用掉多少小时 每一天 你是每一天 对不对 他五百四十几天 所以他绝对必须要用暗度成仓的方式嘛 你必须要巧立明目嘛 ok 好 而且这里面你看多可恶 如果是在职进修的话 对不起哦 你弹性上班时间以后呢 你必须怎么样子呢 你月地以前 你要以非上班时间来补足你的工时 而且你不能来支付加班费哦 ok 你要补哦 然后你要用自己的价哦 都没有哦 好 再来呢 你不要用请假方式嘛 所以不够 因此各位可恶就在这边 请你注意看 他之前每一次 这种九天十一天我都不要算 126天110天116天 这些每次都三个多月 各位这些通通都是用什么 出差研究计划 你知道出差研究计划有什么好处吗 我可以告诉各位 第一 他当然可以领全薪 为什么 我是在执行我的公务啊 我是出差嘛 第二 第二个他可以分论 他有绩效奖金刚刚讲的 第三点大家都忽略一点 你知道他们出差的人很优渥 他有日支费 我要不要住宿 我不要吃饭 我不要交通 我不要各种开销 我有日支费 各位日支费怎么算你知道吗 是不是拿美国的消费水准来算 比台湾高很多 我只告诉你 去波斯顿听好 单单单单一天 301美金 波斯顿 我今天星系纳提 我把你打八折好不好 250美金 一天多少钱 7000多块台币 547元 我已经算出来这笔账了 400多万元 哇 OK 所以各位听好了 他拿他全新的奖金 他赚每天的日支费 他还赚绩效奖金 他还拿学位 可不可恶 好 再来 前面 请问一下 那你就想 前面他几乎都是乔丽名目 那在这里面 他都是用我有研究计划的名义 好这里面为什么我说涉及到 有没有伪造文书的问题 因为我问了资策会这边 你如果说你要一个出差 你必须你出差 你是什么工作项目 你要写得非常清楚 你见了哪些人 你有哪些行程 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你的这个费用你要怎么算 你要一清二楚 对 好 好那我请问你 这几天 126天 110天 116天 请问一下 是不是都是去念书 那他可能写他去念书吗 把申请报告写出来 如果申请报告里头 他只有写说他去研究 他去出差 他去干什么 他没有写他去念书 而他实际去念书 有没有伪造文书 伪造文书 有没有 有没有 而且违法算下来还不少 很多 然后我再问你 回来以后还要写结案报告 我的工作成果是什么 如果结案报告里头 也没有写他去念书 是不是也是伪造文书 所以当初他在资策会 他的申请 来这回来结案报告 调出来看 主管是谁 调出来看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为什么到最后这一期 195天这次 他才来写申请在职进修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们判断 非常可能是这样 在资策会是这样 你如果硕士变成博士的话 你是升等 你可以加薪 如果他这个时候不报在职进修 你的学位哪里来的 你一定要报我出去在职进修嘛 你知道办法升等吗 那个时候是2014年 他还没有去鸿海嘛 所以他机关算尽你知道吗 他一方面我回来升等 我可以加薪水 二方面看好 这里面他用科专计划 对不对 在职进修不可能是科专计划 对不对 科专计划什么 前面是科专计划 科专计划很多的经费 是来自于经济部 那个一定是有产业研究计划的 所以他很可能怎么样 我们刚刚不是讲吗 你如果在职进修的话 你一个礼拜只能请八小时的假 对不对 你半年哪够你请啊 半年多少小时啊 他很可能是什么乔丽名目 你知道吗 他可能一方面说 我出差我研究计划 然后呢 我利用我出差的时候呢 我每个礼拜呢 八个小时 我在做学位研究 所以他又可以拿学位 又可以有学费补助 他又可以有每天的这个资金 这想尽好处 吃干妈尽了 所以我告诉你 他为什么说 我没有拿学费 很简单 因为前面他没有说 他是去在职进修啊 我没有说我在职进修 我怎么拿学费呢 所以各位 吃干妈尽了 各位什么叫吃干妈尽 你懂了吗 我保有我的薪水 我每天赚日资费 是几百美金这样赚 我有学位 我还有领绩效奖金 可是研究计划 都是我的同仁 在台湾在这边做 没有人有我这个好处 最后我要讲 我的朋友说 他在资策会十年以上 刚才说很优秀 对不对 我朋友非常优秀 每年拿奖 满手都是奖项 你知道怎么样 资策会多么严格吗 他要出去开个研讨会 他发表论文 对不起去美国 你去的飞机算一天 你回来飞机算一天 你在面研讨会三天 对不对 总共给你五天 他去十天 另外五天 对不起扣你自己下 你自己要付钱 而且你的行程 要写得非常清楚 还跟主管沟通半天 然后他说 他十几年来 他只有看过 两个同仁 非常优秀 他部门 他认识的人 有这个机会 一年 有人出去跟IBM合作 真的是有合作计划 三个月的时间 写得清清楚楚 一年有三个月 你很头像 他说 没人可能这种行为 有人这么白话 对别人非常的严格 照着这个规定走 高宏安可能是空前的 是不是 你看 空前的优渥 126天四个月 各位看好 12月11号回来 隔了 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他又出去110天 你敢这样签给你老板吗 你敢吗 好 等到他回来以后呢 各位 5月12号回来 没有多久 三个月又再出去 116天 116天回来以后呢 又不到一个月时间 又出去195天 你觉得有这种员工吗 老板可能会签吗 这里面我就问你 请问一下 当初主管是谁 有没有包庇的嫌疑 那这里面的共犯结构 如果这些推论都出来 因为事实俱在 这里面我们讲到了 再讲一次 你可能有背信 你可能有诈欺 你可能有伪造文书 甚至有没有特别洗钱罪的问题 这不是只有道德问题 这更不是高宏安 你说这个是什么绿色恐怖 更不是你去假装提告 你就可以来掩盖这一切 这里不是只有道德问题 这里面 有没有吃公堂 每一分钱 都是我们纳税人学 和钱 你有没有法律的问题 我请高宏安 你清清楚楚交代 的确 因为现在高宏安 是要选新竹市长 那现在他在资测会认识 今天看起来问题 非常的严重 因为恐怕都有非常多 这个违法跟包庇的问题 恐怕他的那个直属长官 直属主管 现在事情大条 来东豪哥 所以显然资测会 现在可能 那个主管可能问题很大 可能要接受调查 那再来高宏安可以用 这种一句话 绿色恐怖原因 就来规避外界检验吗 你这时候讲说是绿色恐怖 这个是在讲给自己的知识者听的 就是要巩固 因为你一定知道 这个事情不对的 对 你要巩固你自己的知识者 先讲一个小故事 不是资测会的 是我认识的检察官的 因为很多检察官 过去也会留学 去国外拿个学位 那通常来讲 检察官一个月收入 大概都十几万跑不掉 资深一点的都到部长级的 那通常比较年轻一点的 一个月大概十 那时候大概都是十万出头 十二三万 那他们呢 很多时候是自费 自费留学 大概一年 大部分都一年就赶快回来 那他能不能留职留心 就是留职留心 不行 他们大部分都是留职挺心 除非你除非是什么 法务部签专案 就是要报告 这个人是留职留心 就留职留心 是你有薪水的 所以大部分是 你保留检察官的职务 但是你是没有薪水的 自费去念书 对 一般是这样子 对 还有一种是考好公费的 除非有没有留职留心的 很少 很少 但是他一定要有专案报告 那我那时候呢 留职留心的前提是 你一定要有执行工作嘛 你才能领薪水嘛 看法务部要帮你写什么理由 就一定要有上面 要帮你写理由嘛 因为要专案核准 否则人事单位不会过 那问题的时候 很多检察官忘记了一件事情 自费留学 留职挺心 你回来之后呢 还要服务至少一年 你不是公费留学 我讲自费留学 你还要服务一年 为什么 很多检察官出去以后 拿到硕士 拼一年拿到硕士 回来之后 大律师事务所马上挖 你的薪水啊 是从年薪 大概几百万吧 从两三百到三四百 都有可能 增加好几倍就对了 大概三百以内 你可能会变成年薪一千万嘛 哇 那 大律师事务所挖我 我当然想跑啊 可是很多人都忘记 你有一年限制 资策委这边也有规定哦 你基本服务年限是 自休业日毕业或休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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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指经过时间之半 他只有最后半年 一百九十五天 那他送 在职进修 对不对 好 那就算一半 你应该 你应该待几个月 三个多月吧 是不是 他自己说待半年 他说他有待半年 刚刚我们讲 他不是无缝接轨吗 对无缝接轨 对 但是你就 这件事情就是跟你讲说 现在是资策委也一定要出来讲 除了高航安以外 有没有类似的例子 对 就高航安是个特殊的个案 还是他是在通案原则之下的 就我们也不要冤枉他 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要讲清楚 对 因为资策委 确实是有留职留心 送人家出国的 但是那些例子都是半年 没有那么久的 五百四十七天 五百四十天 我跟你讲 如果我有小孩子 我会鼓励他去资策委上班 因为这是幸福企业 对 那我就每一个人都会希望 像高航安一样 我可以花五百多天 拿科专预算 拿资策委的自由经费 对 在美国拿一个博士 资策委太好了 大家进资策委 这个资策委可以 让你出国念书 然后还不让你领薪水 还可以领奖幸福系列 所以这个事情 无论如何拜托 不要说什么恐怖恐怖 这种幸福企业 应该让所有的年轻人都知道 对 所以资策委要出来 资策委 你应该这个正式的开机者会 这是你招揽全国人才 最好的机会 对 拿高航安做来做例子 对 那除了高航安 来举第二个例子 让全台湾的年轻人 念理工科的年轻人 都知道说 到资策委上班 可以念博士 领薪水 诸国 对 然后跳槽的时候 这智慧在帮你出机票 帮你出钱 交通费都可以 这么幸福的企业 是不是这样子 我跟你讲 这是德政 但是有一件事情 你不能只有一个高航安 千万不要只有一个高航安 对 那是不是不止一个高航安 还是就只有高航安 是一个特例呢 显然这是一个大疑问 那高航安可以对外界来清楚说明 毕竟你现在是要选新竹市长 还是如果你当了新竹市长之后 你的新竹市政府底下的单位 也可以比较 知识会这么好 可以这样子栽培年轻人 那对于选情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来源之 这个就你了解 因为现在有个媒体报道就说 就说因为现在新竹地区 这个厌恶民进党的 这个效应催化 所以五大族群 导向了高航安 包括浅南浅绿 眷村 深南 通通选择相信高航安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高航安这个事件 其实对林根人来说 是有杀伤力 因为林根人现在的胜量 就是被边缘化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蛮多的蓝营的政治人物 都还在帮高航安讲话 那我是比较不认同高航安 所以反而有些人还说 袁志明是不正常 但我觉得我们国民党 还是有提名人 就是林根人 所以实际上政党政治 你说那个谁 林根人 有这位候选人 有有有 我猜一句话 林根人是双硕士 双硕士 就是说当大家都开始同情高航安 然后在帮高航安讲话的时候 很容易就情绪投射到他身上 甚至于觉得高航安 对抗民进党比较强 所以反而会认为说 要把票投给高航安 我觉得这个是 公民党候选人就不见了 我们就候选人不见了 那其实这个 我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就提出呼吁 那时候很多人都还不听我 不觉得我讲的是对的 但现在很多民调 或者是声量看得出来 确实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那那个报道 这样子写是真实如什么 还是说是民众党的放消息 带风向 我觉得本来就是 因为我遇到一个 我有跟新竹 我们国民党的提名人 有聊过这个问题 我就说 如果说高航安到时候气质很强 那对你们就是这些小鸡们 国民党小鸡有没有不利 那有一个小鸡 他就直接讲 他说他是站在林哥人这边 然后他是去批评高航安 结果他的支持者 直接告诉他说 如果你再批评高航安的话 我就不会再支持你 我要退群组 这样子 你会少200票 所以他们就不太敢去 质疑高航安 所以现在整个就是 蓝银的支持者 本来是我们的支持者的氛围 其实他们是还蛮挺高航安 他觉得说 高航安在这一波 对抗民进党 都展现出来的那种 强势的态度 是很值得支持的 那这样子就让林哥人 会有点受伤 但我觉得 那可能到最后会变成什么 气龄保高这样子吗 看林哥人在最后 因为林哥人最主要 他的组织比较强 因为他是整个议会系统 在立体 所以每一个议员 如果发挥组织的力量 可以让他稳住 然后这段期间 假设又发生什么大事件 然后让他民调可以上去 高航安可以下来的话 我觉得气跑 可能还不会发生 可是如果说一直这样子 就是大家都围绕在 高航安的上面在讨论 然后高航安声量不断往上 那林哥人就非常危险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 倒不是说政党的问题 而是是非标准的问题 因为高航安这个东西 现在大家为什么讨厌 高航安是社会的事情 那是因为你可以看到 刚刚大家都讲的非常多 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员工 他非常懂得怎么 利用公家资源来成就自己 包括就是他去读书 这个部分 大家都会有相对播放感 特别是有出国读书的人 因为你看他讲说 他学费是自己付的 我们一般要出国读书 我们考虑的财务规划 不会只有学费 你还包括什么 机票 你还包括住宿 你还包括吃饭 你还包括在地所有消费 可是现在看起来 他除了学费 是自己付的之外 其他开销 全部是只会帮他出 而且我可以补一句话 我如果可以留职留薪的话 我学费自己付怎么有问题 我如果是留职停薪 停薪 然后我还要自己付学费 那个负担是不一样的 那现在意思是说 他不只是说这些钱都不用付 他有钱可以领 还有薪水可以领 还有薪水可以领之外 刚刚讲还有日资费 日资费其实没问题你讲 我昨天又查过了 那公家机关如果你出差到 辛辛那提的话 今年是190块美金 190块 因为每一个城市的钱 有点不太一样 纽约比较贵 但是无论如何 你就是有 就是资费会攻击你 住宿 吃饭 交通 你全部你搞不好还日资费 你花少一点还可以赚钱 那你觉得像我们这种 一般是自己出国读书的人 我们那个相对搏头感有多重 还有一般的民众 他要找下一份工作 你要去面试 你是不是要请假 你还有说 我公司 还出钱给我 还出差点薪水 让我去面试 资费会这样子挺他 那一般的企业 可不可以 那大家全部去跟资费会申请 我希望资费会最高级的 工程师来我们公司来演讲 反正资费会 全台湾最幸福的企业 就资费会 资费会 可以这样子吗 不行吗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他用了一些巧门 运用了他的一些机制 零巧 把公家资源 转换到自己的资源 好那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他之前在资费会 他是研究员 研究员上面有长官 必须长官很喜欢他 这个事情才可以促成 可是如果他选上新竹市长 不得了 各位新竹市长 整个新竹市的预算 他说了算 那他那么技巧 这么灵光 这么会异于多吃 会不会把整个新竹市的预算 工的部分 特资费什么 或者是全部都 谁知道他会怎么用 谁知道他会怎么用 所以人家说聪明的没问题 但你聪明如果用在歪道 就有问题 那高宏安这么厉害 你放心把新竹市这么大预算 交给他吗 来来 杰明哥 因为新竹地区 现在到底的整个选情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那篇报导就说 年轻选民倒向了这个高宏安 浅栏 眷村什么 通通都支持 这让人家很好奇 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真实情况就如之前的民调 所显示的 就是林更人票 有大幅的流失 林更人在一开始选的时候 曾经有一度他是民调最高的 大概有将近26个百分点最高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的 高宏安跟这个沈惠宏 大概是伯仲之间 差距大概就在两三个百分点 但是经过前一波 不是说这一波 就是前一波有关 就是比较歧视这部分 确实因为他的这个 反抗的力道非常强 所以就吸引到林更人的选票 所以林更人在这 上一次的案子当中 以最新的民调来看 他大概掉了12个百分点 12个百分点是非常大的数字 很大 所以是林更人的板块 再挪到高宏安那边去了 就是我们说那边的眷村 还有其他比较是长期支持蓝营的 他们会觉得林更人太弱了 林更人的个性本来就是比较温和 那他之所以会出去来选新竹市的市长 也是因为所有的议会都觉得 他是一个可以调和鼎耐 大家都觉得对他没有什么太多的疑惑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议员 那在地的服务对他来说也是有口碑 因为他已经连续五任以上的议员了 这也是将近二十年时间 所以他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被挑为去新竹市担任市长候选人 那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也很多人看好是林更人 因为高宏安对新竹市不熟 可是上一波就是我们要说真的 就是上一波有关他这个 就是他歧视的这个问题 确实把高宏安的那个声量是有打高 所以也就是说这民调就已经开始有些反弱 声量打高是正的声量还是负的声量 对 重点在地方其实就民众党来说 他不会去在乎所谓负声量 他在乎的是正声量 因为这萨卡都 不 他在乎正声量 因为这萨卡都 只要他能够巩固他的族群就好了 负声量的本来就是民进党 他也不要 他要的就是那个他自己认为说 他吸引到所谓的原本支持他的 跟所谓的蓝营的人 对他的正声量 所以他其实打的是这个 因为他从头到尾就不要民进党的票 因为民党票也不可能给他 那看高皇安被打成这样子 被掀开这么多不堪的事情 也觉得可以继续 我刚才解释是说 在之前那一波 那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大事 这个是大事 你知道我刚才听大家讲的时候 我心里就觉得很寒酸 因为我们也是出国念书的 那我们今天不用提那个学费很贵 我们不需要在以前就要先想办法 想办法去筹钱 那我就讲 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出国 我爸爸真的是已经被炸到一个竿了 但是因为我的哥哥姐姐 他们是有拿到奖学金 我没有奖学金 所以其实是非常辛苦 所以那时候我的生活 除了是图书馆教室之外 就打工 我已经打到就不知道什么天跟地了 那赚那个每个小时五块到十块美金 所以我听到高华人这种状况的时候 我心里觉得是不胜唏嘘 就是说真的人生有不同的版本 但我有三个质疑 其实他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2008年到2012年 他在这个资策会里工作的时候 我有个感觉 他在研究资策会里面 有什么巧门他可以钻 所以李洁他的老师 在新新纳提就设了一个叫 智能维护系统计划 所以他可以十次出栽 都是新新纳提 如果他老师李洁 没有设一个叫智能维护系统计划 我不认为资策会会这么的蛮憨 就是这么的无厘头 让他能够出差都是同个地方 而且横跨时间已经超过七年 我觉得不可能 所以李洁扮演关键角色 所以他为什么去新新纳提 也就是说在2008年到2012年 是不是先认识李洁了 那李洁当然他基本上 他是一个大学的教授 他当然除了拿州政府的钱之外 他是不是也有得到 就是来自知识会所给的一些计划的钱 因为我们说真的 大学教授他除了自己薪水之外 像以前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那位教授就孤隐其名 开完家住的房子超好的 那个车子也很棒 主要原因他就计划拿得多 所以计划要滚计划 那姐妹你刚才说那个李洁教授 是不是跟鸿海关系也密切 那是后来我们知道的事情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说李洁 他在新新纳提设了一个智能维护系统计划 所以我们回头一件事 我们合理第一个问题就是 他在2008年到2012年 是不是在钻资策会的漏洞 资策会怎么补助 怎么拿计划的钱 计划钱怎么变成红利 然后呢他又认识李洁 那么李洁在这个新纳提设了一个 智能维护系统计划 所以他才能去新纳提念书 这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一定要查这个事情 就是他四个计划 包括2012年的科技专案补助计划 还有那一千万的资策会创新前三计划 研究计划 还有后面的所谓自动讯标准研究平台 跟解决方案 总共这次加起来超过两千多万 这个计划的起草人是谁 这计划起草人 因为你今天有个计划的时候 因为资策会这样子嘛 你有计划你就可以申请补助嘛 那这个你当然因为他是team leader 所以他下面有四到五个员工 但问题来 你今天要争取计划的时候 因为他本身又是又兼任什么业务 什么东西的 所以我好奇的事情是 他这四个计划的起草人 就是要求设计计划制造人是谁 是不是跟李洁有关 是不是高宏安自己设定了 这几个计划 所以也就是说 他这是一个完美的 去拿钱的一个内容 为什么呢 因为上次我们不是访问过 那个就是这个教授 有讨论到一件事情 他问一件事 你是念资讯科技的 你转念机械 这个转太大了 那为什么你会从资讯科技 转到机械呢 因为李洁他就机械的 他不是自动讯 可是你很有趣的事情 他去拿这个机械博士的时候 他说的案子 你看哦 除了我们不知道 自社会创新前瞻计划里面 谈到是AI工业4.0 这个其实台湾 早就很多企业在做了 但是后面都是自动讯 什么标准言谈 还有解决方案也是自动讯呢 所以明显的看出来是 这个计划是在 他念机械博士的时候 先设定好 设定好用这个自动讯方式 来夺取这超过 2000多万的这个经费 所以回头一件事情 其实要查的事情是 这几个计划 原始的初稿 跟你定人是谁 这是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这样讲 他这是一个完美的拿钱计划 有礼节在这个 新大提设智能维护系统 那这智能维护系统 是不是也跟这个自动讯标准设定 是不是有关系 这样听起来好像里应外合是不是 内外都有人照高宏安 是不是一定主管也要照才可以 因为主管要批准柏余 我先想想 所以主管而言 他有计划 他就有利润 这几个计划 到底谁提出来的吗 是不是高宏安知道 他去美国念书 替自己设计出这些计划了吗 而这计划金额是高达将近3000万 所以他主管当然一定有得到这样的利润 因为这分润制 你今天设计的计划 而且有这个新大提帮你忙 我提出的计划 这计划在四年之内 就可以撞到3000万的这个 3000万耶 那你想看3000万 五个人分 加上老板 这背后答案已经快呼之欲出了 你答案就很清楚了嘛 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分润 所以回头一件事情 高含必须讲清楚 到底你从中拿了多少钱 然后呢 我要说一句话 其实为什么他设计都是前面四年 因为他是资通讯的人 要去念机械 他要修很多科目 所以他这个连他去修科目的钱 都透过这样的计划 1000万 320万 934万 让他满足前面四年 你必须进修 后面就写论文了嘛 论文可以回台湾写嘛 但是回头一件事情 你不要跟我胡说八道了 博士 因为我之前这个研究室 是有博士啊 北美宁国博士啊 你不可能 白天你study这么多的内容 写不完的paper 你不是博士论文 不是那是final 在每个学科里面 你都要交出大量的paper 美国人不在乎考试成绩 美国人在乎是写paper 写paper就让你疯掉了 你怎么可能晚上还有时间 跟台湾视讯 然后说完成这个什么 平台研发计划 还有什么实验验证 你都不需要跟厂商合作 你也不需要跟同事们讨论 细节部分 不用面对面共同 不用跑程式 你别傻 不要骗我们 所以回头我问一件事情 你白天已经累翻了 写不完的paper 你晚上跟我说 你可以跟台湾这个联系 我觉得你讲这句话 我说我有重点 我要拉回重点了 因为足够有一队人 是支持高黄安的啦 这些人呢 大概多少都有出国念书啦 或者他们在国内念到博士啊 他们很多如果没有奖学金 都要靠自己打工 他们知道这过程中 是非常辛苦的 有写国博士都知道 非常辛苦 因为我家里面 有哥哥念博士 非常辛苦 所以他跟这些 在足科的这些博士说 他可以白天念完书 写完报告 晚上还可以跟台湾 再赚一笔钱的时候 我相信这些人 不可能相信 所以高黄安现在急得跳脚 为什么要说这是绿色恐怖 是他心中恐怖 因为他知道很多的 这个科技圈人支持他 可是科技圈 他可以容忍你去 去什么歧视什么之类的 但是他不能容忍 我辛辛苦苦拿到硕士 我辛辛苦苦拿到博士 这过程是煎熬自己 拿有多一点时间 而且所有钱 除非拿到奖学金 这钱到自己 博士学费 如果没有奖学金 那是天文数字 你高红安 竟然就一千万三百万 就包括刚才讲 那个什么特资费 随便拿个几百万 我跟你讲 听在这些人心目中 他们觉得高黄安可以支持吗 我认为这件事 对高黄安很伤 特别是科技圈人 对他很伤 好 再来关心俄物战争 越演越夸张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像是一个闹剧 在这个乌克兰 被占领的这个四驱当中 因为俄国在推他们的入俄公投 包括有 顿内刺客 卢干斯克 杂波罗热 还有赫尔松 那结果俄军在9月23号 就宣称投票率 压倒性的 这个支持 要加入俄国 这个比例多少 都是九十几趴 来清皇 这是不是果然不出外界所预料 这是一个普丁的如意算盘 让这四个地区成为俄国的这个国土之一 对 因为在之前大家就讲说 在这四个地区就算再怎么反对 最后一定是九成以上同意要并入俄罗斯联邦里面 为什么这样讲呢 刚刚中江所讲的这几个地区呢 你知道顿内刺客 卢干斯克 杂波罗热跟赫尔松这四个区域里面 赫尔松是里面算支持度最低的 但是多少你知道吗 87% 这是最低的 杂波罗热区域有93% 卢干斯克跟顿内刺客都高达98%跟99% 都同意要并入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员 但问题在哪里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普丁本来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变成 这个俄罗斯的领土 为什么 因为普丁现在打的是一个算盘 普丁一开始的规划是说 你们这些地方就干脆公投成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但普丁现在不是这样做 他现在做法是你成为我的领土之后呢 我就对国际社会说 因为是我的领土 所以我会用最好的武器去保护我的国土 所以我如果要动用核子武器的话 我就四个字师出有名 这就是普丁在做的算盘 但问题在哪里呢 第一这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跟你讲的很明确 这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嘛 闹剧嘛 因为从欧洲国家 到美国 他都告诉你一件事 我们不会承认他公投的效力 意思就是说呢 只要乌克兰在反攻的时候 把他给打回来 我们就承认 这个就叫做乌克兰收复国土 换言之 你就算公投过了 你也没有用 但第二个 最重要的是 当普丁他一直讲说 我要保留动用核子武器的权利的时候呢 美国呢 在这个时间呢 通过很多的管道 告诉俄罗斯一件事情 如果你动用核子武器的话 你会迎来最惨的下场 这话讲的很重哦 欧洲跟美国其实都讲一样的话 各位不要忘记 英国跟法国手上一样有核子武器 所以不是只有俄罗斯有核子武器 所以换言之 今天美国跟欧洲都把同样的讯息 示范给俄罗斯 好 那这个核子武器这一层 我们先把他放到一边去 真实在战场上 现在俄罗斯遇到的状况是 在乌克兰乌东的战场上面 他们就是被打退了嘛 而且现在看起来呢 他们关键交战点 莱曼这个地方 已经被人家围起来 已经像口袋里面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在战场上 非常的不顺 然后最重要的是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用的词很重 他说 现在你俄罗斯 动员来的人呢 你跟是 把他们拿来送死 是一样的 来一个死一个 就是炮灰啊 是 然后所以泽伦斯基讲说 欢迎俄罗斯的被动员的人 到乌克兰来投降 这话讲完之后 仲将你知道多讽刺吗 因为这几天 就今天呢 我们从推特上看到 乌克兰所公布的 真的有俄罗斯的大兵呢 他是被动员了之后 到战场上来 结果你知道影片里面 这大兵呢 他就拿着自己的证件说 我真的是俄罗斯的士兵 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他真的就是来投降的 对 因为本来第一时间 我们都以为他是俘虏 但不是 他就告诉你 你动员我去 可以啊 我就告诉你 我摆明 我就要到乌克兰战场去 投降 所以这个就是 当你动员的越多的时候呢 类似的作用就越大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普丁现在不管 普丁现在 真兵真到什么程度 之前普丁告诉大家 有军事作战能力的 我们才要真兵真进来 现在发现不是 有人生了五个小孩子之后呢 现在就不根本就是爸爸了 结果你也是把他真兵真走 有人呢不良于行 这个脚上面有残疾 你也是把他真兵给带走 所以现在俄罗斯有很多的村庄呢 是一个村庄 一个村庄 尤其越偏远的越严重 都被带走去当兵上战场 而这些人你想想看 他没受过军事训练 然后呢 有的很多人呢 被发给他的装备 是很老旧的 那你家怎么上战场打仗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场真兵大秀 现在普丁还讲一句话 普丁说这个真兵大秀 现在轮到谁了 轮到农民了 为什么轮到农民呢 告诉大家说 我们俄罗斯今年呢 大丰收 就是因为大丰收 产量达到我们的标准以上 我们很满意 所以呢 农民也可以准备上战场 这句话一讲完之后 哇俄罗斯的农民糟糕了 为什么 各位你去想 之前在真兵动员的时候呢 俄罗斯的状况是 跑到芬兰的国界 排一整排的车 跑到乔治亚共和国的国界 排一整排的车 俄罗斯人急着要逃出去 结果你现在说 你动员的对象 现在转到农民的身上 你要想说这对农民来讲 如果你真的 在农民做一定程度的动员 影响到俄罗斯的 这个生产能力的话 那各位去想一件事 对俄罗斯来讲 生产粮食的农民 如果你都动员走的话 请问来年 俄罗斯的农产量怎么办 对 这对俄罗斯来说 俄罗斯现阶段在今年 它至少是个能源大国 也是一个粮食大国 可是如果你连生产的人 你都把它给动员走了 对俄罗斯来讲 明年难道没有缺粮的可能性吗 而且重点是你现在 动员的这些 可能是一些老先生 甚至是农夫 这些人完全没有接受 都训练 所以你派到战场 等于就当炮灰 那现在乌军来讲 他们现在士气正高昂 不管是打什么都非常准 那我们也看到 这个乌国也难得出动 空军现在进行轰炸 那这些俄国大兵 显然就成为炮灰 他们现在就两个字形容 叫做把子 为什么是把子呢 因为两边的状况 差太悬殊 我们讲给各位听 第一个你看到俄罗斯 这边的状况是 我动员来了之后 很多人真的没有受训练 受完整训练就上战场 好心一点的降临 说我训练他们 一个礼拜让他们上战场 一个礼拜你要面对乌克兰正规军 你是要怎么打 然后同时相对的乌克兰这边 不但士气高昂 重疆我们要讲清楚 他的状况是很多士兵 是英国训练回来 北约训练回来 美国训练回来 这一批一批加入到乌克兰的 他们最新的统计 已经有超过上万名的士兵 你可以把他当种子教官 都是受训回来的 换言之一边没受训练 一边训练精良回来 不断投入战场 两边对撞会是什么结果 就是这两天我们看到的 过去我们都认为说 乌克兰在空中的武力 输给俄罗斯 空中武力是比较弱的 即便之前我们看到 在美国的帮忙之下 俄罗斯的制空权 一直不是拿得很完整 但你也很少看到说 这乌克兰 现在越打越有精神 直接击落什么导弹 可以把苏凯24打下来 然后你看到说 除了导弹之外 刺针飞弹 乌克兰人现在也用得很顺 一个士兵打下六架 然后美国现在告诉你说 我们现在也给你防空飞弹 所以你看很多士兵 现在是以能打下 比在谁能够打下俄罗斯 越多的战机 所以对俄罗斯的战机来讲 你那些苏凯 系列在天空飞的时候 现在乌克兰人对你的威胁 是越来越多 这跟我们在两三个月 以前谈到状完全不一样 他不再是只有刺针飞弹而已 他除了刺针飞弹之外 防空导弹 他现在也有了 乌克兰自制的导弹也有了 这些东西对乌克兰来讲 你看现在美国连最新的NASA 都要给乌克兰 所以对乌克兰来讲 他现在有武器 跟三个月前是完全的大不同 所以对乌克兰的军人来讲 我现在甚至可以再比说 因为士气高昂 打下越多飞机的 我们在乌克兰 就有乌克兰总统 他可以给你一个授勋 两个字叫做英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对乌克兰来讲 现在士气正高 但反过这段俄罗斯的状况 他们现在很多人 可能急着到乌克兰境内 去投降成为服务 对的确乌军越打越勇猛 那俄军现在是越来越荒谬 特别是这个普丁的剧本 真的是让外界真的是会笑死 你是要骗谁 高达九成多 压倒性支持要掐入俄国 但现在这些乌克兰人 可能要捏把冷汗 你是不是有可能被俄国征兵 去当炮灰呢 这是你要思考清楚的 因为欧美国家也不会承认 泽伦斯就说 这完全是一场闹剧 那我们看到 俄罗斯的国会上议院 他怎么说 他说如果公投结果 赞成胜出 联邦院可能考虑 在下个月四号 也就是普丁 七十岁的生日 前三天将这个四个地区 并吞 当成是普丁的生日赫礼吗 天哪有国家 竟然是用这种方式 来帮普丁祝贺吗 那再来 这四个地区 成为俄国的联邦之后 马里波的议会就说了 居民公投前就收到简讯 就说要求要为国家军队效命 呼吁民众不要为俄军冒险 要赶快跑来灌停 所以现在对于这些四个地区 这些民众可能就要思考清楚 同时我们可以看出 俄国是越来越荒谬 中江哥9月23到9月27 明一上五天的这个公投 可以说是史上最大闹剧 为什么敢这样讲 明一上五天 但我跟大家讲 其实只有最后一天是真正公投 现在被媒体踢爆 9月27这一天真的有投开票所 但是923 924 925 926 大家知道他们投票是怎么投的吗 拿着步枪的士兵到你家门口 不是一个人一票 一户一票 敲着你家的门 按着你家电铃 如果你没有出来 他们是直接把整个门拆掉 在面前问你说你要投给谁 这是前四天 那第五天的画面我给大家看 第五天的画面 大家看这是真实的画面 这是在这四个占领区 其中的一个投票票所 有没有看到旁边有阿兵哥 在投开票箱 不是投开票所 投开票箱旁边 有人拿着步枪 看着你投下什么票 而且他们还会问你说 你投哪一张票 你投给谁 这样谁敢投反对 谁敢投反对 所以才制造出百分之九十七 认为说这四个地区 顿内斯克 努安斯克 扎布罗尔赫尔松 都要加入俄罗斯联邦 所以这是超级大闹剧 另外一个部分我要讲 其实现阶段对俄罗斯来讲 真的是国内很混乱 这个混乱来自于说 他们的真兵真到什么状况 我给大家看这个画面 他们现在真兵的画面一个一个出来 可是会发现 什么都是年长者 大家看这个画面 这是最新要入伍的士兵 这年纪没有五十 也有四十几岁吧 全部都要去打仗了 这是欧姬上 对 欧姬上 然后旁边的家人送着他 这画面很奇怪 家人痛哭 而且他们在要入伍之前 大家看下面这画面 你知道他们在干嘛吗 他们是先自己去买补给品 这个画面出来 现场在讲什么 他说拜托我们现在先买 如果没有买到 请家人寄给我寄给前线 包含子弹伤口用的卫生的这些棉条 然后这些纱布 全部都要自备 那右上角这个画面呢 是很荒谬的一个画面 是二十一号 哦 俄国的士兵 我想应动员 结果二十七号就被抓了 六天时间在前面被抓 被五个人把照片拍下来 给大家看说 你这样的仗还要打吗 那最下面这个画面我觉得最让人难过 这是一个男生 他身泪俱下 他是被征兵到前线的俄罗斯的男生 结果他讲什么你知道吗 他在两天之内响应征兵 到前线到赫尔松之后 他完全没有遭到任何的训练 直接被丢到前线 他录了影片传回俄罗斯传到世界 大家在社群里面看到 他告诉大家的结论就是说 一个就是大家能逃出俄罗斯赶快逃离 那刚刚仲将哥有提到 就是说马力波的这个议会 他们为什么要讲说 要求就是说民众不要为俄军冒险 是因为在公投的当下 俄国居然发简讯给所有马力波的市民说 我们现在公投正在进行中 未来你们都要为我们国家来战斗 为我们国家来发声 所以议会里面就有这样子的声音 告诉民众说 我们没有必要为俄国冒险 要赶快逃走 结果是怎样 可是马力波现在状况很恐怖 因为现阶段能够逃离城市的人越来越少 过去一周 每一周 每天大概有80到120人可以离开马力波 结果最新的状况 昨天的资讯 昨天一天 整个马力波只有8个人离开城市 以前是一天有80到120 现在只有8个 所以这代表什么 他们现在对外联络的通道也在慢慢封闭 为什么 怕人跑走 怕人跑走 尤其是这四个被迫公投的州跟城市 他们现在会把对外联系道路全部封闭 未来直接征兵就从这边征最快了 这就是普京现在打的炉里算盘 的确 现在这个乌克兰这四个地区 真的是人间的悲歌 你被这个并吞之后 其实你就必须要去被征召 要去打仗 但问题是 你有什么样的战绩能够打仗 在你的年纪也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就看到非常荒谬的一面 在这个克里米亚地区9月28号最新的 俄罗斯征召动员兵员 很明显年纪都一大把了 白发苍苍来名誉 这样子是能打什么仗了 这个上战场真的第一时间马上投降了 没有错 而且这个是克里米亚地区 克里米亚地区这个现在谁属 这个部分可能还是有一些争议 但是你看他 现在是俄国占领了 对 但是问题是 就是说这个部分确实是还有争议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克里米亚地区在9月28号 他就已经开始召动员令了 那我们刚刚看到你这个照片 这张更明显了 这很多这个年纪啊 其实都已经可以当阿公了 那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的夸张的是说 看起来这位被真兵的阿公 他拿到这个枪 不知道怎么拿就算了 感觉好像说这被安抓勇 我好像在使用这个枪 大概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可能四五十年前 对 更有可能四五十年前 那坦白讲 这些人他拿到枪还不知道怎么用 那而且还没有受过训练 你现在就要把这些人 因为一些兵员不够嘛 把这些人送战场 你说叫他们情何以堪啊 好那事实上呢 这个俄国我们知道说 他一开始刚攻打乌克兰的时候 他就19万人 动员19万人 后来因为就兵员就不够了 其实他们一开始 并没有要下援这个动员令 那他们一开始是用 大家印象很深刻的话 用拥兵嘛 高薪去找这个什么车臣 西伯利亚啦 有没有 先找这些这个这些拥兵来 就拥兵的打不够 打不够完之后呢 就开始要动员这些的征兵令嘛 那事实上 为什么大家这么害怕 因为根据啊 最新俄罗斯的一个宣布 说他们目前为止 阵亡的人数呢 是六千人 五千九百多人 六千人 但事实上 大家知道官方人数 根本就不可信嘛 那以英国的这个国防部 来计算的话 目前为止 俄罗斯阵亡的人 至少到两万五千人了 那而且乌克兰更声称说 事实上你俄国 现在阵亡的军队人数 应该已经超过五万人了 这个人数是当年 俄罗斯在打阿富汗战争 阿富汗战争 大家知道是长达十年 当时是死了一万五千人 但现在你打不到一年的时间 你俄军至少阵亡五万人 已经差了三倍多 所以这个数字一出去 你说这些要上场上战场 尤其这些阿公级的人 他们当然会害怕 我讲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是最近刚发生的 就说俄罗斯 他有一个官派有个鹰派的主持人 每次找到普丁 哦我挺哦 这个普丁是对的怎么样 就是你知道他发生一件事情 他主持今天的节目的时候 他拿到冰单 就有一个人拿冰单给他 拿一个冰单给他 他差不多也是这个年纪 他差不多也是这样 你说连主持人都收到冰单 对 他来主持的现场的节目的时候 他拿到冰单了 对 结果你知道吗 他拿到冰单的时候 他第一个直觉反应是说 因为这个有有画面的啦 他拿冰单 他就问那个发费冰单的人说 你知道我是谁吗 然后那个人说 我不管你是谁啊 你就在这个list上面啊 你就要去当兵 你就要去当兵 结果后来他在节目上 他就很生气 他讲到这件事情啊 他说为什么我要当兵 我这么老勒 I am very old 这样 就那个旁边的来宾就嗆他 Are you too fat 你很胖吗 你有毛病吗 你是男人吗 你有种吗 就各种难听的话都出来了 他是不是就力挺 这个要去打乌克兰 是 这很讽刺 因为他是鹰派的主持人 叫他对面的来宾啊 就就大家好像就觉得说 你你不是之前力挺普丁吗 就说你很勇敢啊 你有没有种啊 你是男人 你就应该去当兵啊 后来这个主持人受不了 抓狂了 他就对对面来宾 跟他大骂说 你勇敢啊 你去 你谁勇敢你去啊 你是男人你去啊 这就非常讽刺的是说 当时你这个义主战争 可是现在真的轮到 你收到兵单的时候 你反而是在那边大骂 普丁的征兵政策 对的确 这个俄国的主播呢 就大骂普丁说 应该送普丁自己上战场 你要不要自己去打仗呢 来杰明哥 现在看起来 所以俄国会内乱嘛 因为你征兵令 搞得这个全国 他们国内已经乱成一团 所以现在我们就说 老先生要上战场 那有些人就说 好我如果没办法 躲不掉了 那我上战场之后呢 我马上就这个投降 这位这个推特流传影片 一名二兵 他9月21号去动员响应 9月27就在乌克兰被俘 投降 6天的时间 所以也可以想见 这些动员 不管你是10万 30万 你上了战场 恐怕会溃不成军 美国的五角大侠 针对这次俄罗斯征兵 他们估计的数字是100万 不是所谓30万 他认为是100万的预备兵 那30万是先送去战场 所以你会发现 这次征兵的规模 是比大家想象的更严重 那因为征兵 大家是发疯了嘛 所以这个普丁 才把这个脑袋 放进了农民 那理由是很简单 他说今年的生产 15千万吨的这个小麦 基本上没有卖出去 所以明年根本不需要 生产这么多 那农民要替国家报效 报效他的这个军力 所以表示一件事 他这次征兵是非常的庞大 100万搞不好还要更多 也就是说普丁 现在思考的问题 已经是从所谓的 就是特殊行动 已经变成是国与国的战争 所以他必须要 征这么多的兵 那五甲大学有特别解释过 他说呢 其实他们以美军来说 现在他们第一波 这19万人 死亡跟受伤人数呢 最高估计是到 8到9万人 非常多 也就是说这些人 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死伤的非常严重 不用说什么 什么第一坦克师 全部阵亡啊 什么第一 第六空降师 以前多强 第五空降师 多强 之前说精锐的都被 打掉了 都被打掉了 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 我讲大家说一句话说 现在他们只剩10万的兵啊 所以最近画面都看到 就是突然之间 一群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 在这个森林当中 发现到俄罗斯部队 然后直接喊一句话说 投不投降 就听到远方 投降 投降 然后看到他们的画面 真的很可怜 那个帐篷啊 基本上就塑胶带绑一绑 然后非常凌乱 没什么食物 每个人身上 衣酸不整 就在昨天 他们突袭了 就是一个16个人的兵 16个人兵 里面就有两个是少校 所以没有兵了 现在军官直接被逮捕 而且那过程真的很夸张 就真的一点都没有 没有假 就他们开第一枪完之后 就说投降 对方就说投降 那这是第一个画面 第二个画面是什么 现在乌克兰的部队 已经逼近到顿瑞斯克嘛 已经准备要进入到顿瑞斯克了 他们说现在乌克兰的军队是怎么做呢 他们每天都在小跑步 每天都在小跑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输都 他们小友是因为 完全没有俄罗斯的这个抵抗 所以他们要赶快占越多土地 趁冬天来的时候赶快占 然后俄罗斯一听到 然后小跑步来 他们也飞奔 骑脚踏车啊 怎么样 先赶快撤 他们这10万人已经没有站立了 完全没有站立了 完全没有站立了 他们吓死了 因为他的这些人都是在前线打过 他周围的弟兄 可能一个连已经死掉400多个人 就一个连 假设我们说有400多个人 可能他这个连已经死掉了 而一个赢400多人 可能这个赢已经死掉200多人了 因为不要忘记 他一开始是120个赢哦 现在肯定被打掉 60个赢 很多人是重新剥补 重新在建立这个布防的 所以基本上来说 他们都是经历到旁边人已经死亡了 所以你这个角度 不想再说一句话说 基本上他们增30万人哦 那基本上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的后备役是每个礼拜六天 都要都要去上战场去练习的 他们是直接拿枪就可以去打的 他说这些后备役根本就没有军事能量 所以30万的人 刚刚中央讲嘛 会不会造成俄罗斯的大震荡 无假的要说 这三四万人投入 他们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死亡 另外一个选择什么 就是投降 但是如果他们选择死亡 那会有很多家庭在未来的春天 就从现在到明年春天 收到死亡通知书 这会是一个人人悲击 因为很多人 他们其实已经结婚有小孩了 那我们再看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为什么都老先生老太太 因为克里米亚被占领完之后 其实年轻人都离开克里米亚 因为克里米亚它是一个很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种田 克里米亚其实是一个很荒极的地方 它不是肥沃的这个领土 所以年轻人都跑掉 那你这些老先生 你让他上战场 他到最后结果怎么样 就是决定一件事 你来我先跑啊 我跑回克里米亚 我先躲起来啊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普丁现在其实基本上是绝望 他现在必须靠谁来支持他 就是这什么上议会的 什么联邦议长的马维彦科 这群人不认上议会跟议会 他们两百多 六百多个议员 基本上都是跟普丁是一挂的 所以他们现在怎么样呢 在暗夜敲钟啊 壮大自己啊 他要宣布一件事 俄罗斯土地又变多了 俄罗斯土地变多了 我壮胆